幸运的大老虎 大老虎发现附近的小动物越来越少了 不过幸运的是附近新搬来了两户人家 它反复观察过了 一户是鸭太太 另一户是兔子三兄弟 大老虎密切关注着鸭太太和兔子兄弟的动静 太好了 原来鸭太太还有十几只鸭宝宝 等这群小鸭长大 它就有十几只烤鸭可以吃了 太好了 兔子三兄弟开始忙忙碌碌盖房子了 嘿嘿 兔子可笨了 等它扮成兔妈妈 就可以把它们一只只吞进肚子了 不过先吃谁呢 大老虎站到楼顶上看了看 嗯 还是看看距离远近吧 兔子特别饿的时候就吃离得近的 兔子不那么饿的时候就吃离得远的 鸭太太和兔子兄弟 他们谁离得近 谁离得远呢 大老虎决定用脚量一量 走一走 数数多少步就能知道谁离得近 谁离得远了 到了半夜 大老虎开始量了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六步 大老虎一边走一边数步子 数清楚了 从他家到鸭太太家是1793步 咦 什么东西这么香 大老虎 大老虎贴近鸭太太的家门 从门缝里看到鸭太太正在做小鱼竿 鸭太太轻轻地哼着歌 香辣味的小鱼竿 嘎巴嘎巴脆声声 鸭太太把炸好的小鱼竿放在窗台上 大老虎悄悄地走了一盘 回家吃了个饱 第二天晚上 大老虎又等到半夜 这次他要去量兔子兄弟家离自己家有多远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 数清楚了 是1757步 去鸭太太家是1793步 去兔子兄弟家是1757步 哪个近哪个远呢 大老虎正在想的时候 咦 什么香味 大老虎爬上围墙 看到兔子兄弟正在院子里烤什么东西 烤箱里飘出很诱人的味道 兔子兄弟轻轻哼着 烤蛋糕 美味的烤蛋糕 原来烤箱里烤的是蛋糕 兔子兄弟还没来得及吃蛋糕 就在摇影上睡着了 大老虎悄悄跳下围墙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真是太好吃了 就这样 大老虎肚子饿的时候 就去兔子兄弟家 偷吃烤蛋糕 肚子不是那么饿的时候 就去鸭太太家 偷吃小鱼干 至于鸭太太和兔子兄弟 他决定不吃他们了 不然到哪里去找 这么好吃的蛋糕和鱼干呢 小朋友你真棒 白衣超人 美竹 柱 跳跳 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 此书献给正奋斗在 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 所有医护人员 以及在各行各业中 比例前行 默默奉献的人 在这个城市里 有许多忙碌着的人 老师 快递员 建筑工人 工程师 然后想当民警察 开警车 抓换人 才太苦了 或者当民演员 扮演超人 拯救人类 总之 我想成为耀眼的英雄 在这个城市里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医生 因为每次见医生 就代表我生病了 是个病人 得打针吃药 医院里的消毒水 医生被口罩遮挡住的脸 都让我觉得紧张 而几乎所有来见他们的人 都是愁容满面 我想他们一定和我一样 不喜欢医生 直到有一天 一只怪兽悄悄地来到了我住的城市 它很大很大 好像天有多大 它就有多大 它身上长着无数的眼睛 偷窥着这里的人们 伺机潜入它的生活 然而谁也没发现 人们依旧说着笑着 电视里说 我住的城市 很多人生病了 刚开始是一个 然后两个 接着四个 成千上百的人都病了 意外的是 这次医生没有让人们吃药 因为它也不知道 该吃什么药 人们慌了 开始自己找药吃 有的人恨不得 把家里的药都塞进嘴里 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脸色苍白 比口罩还白 谁也不知道 那个怪兽躲在哪里 我们只能把门关好 不让它进来 妈妈说 我趴在阳台上 戴着游泳镜和口罩 看上去真是可笑 马路上空空荡荡 所有人都躲在家里 我等着超人从天要叫 把那个怪兽打倒 然而超人并没有出现 几天后 我也开始不舒服 肝咳 呕吐 发起了高烧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那个怪兽 紧紧地抱住了 喘不上气 这户车来到我家 妈妈说 这次情况很特殊 我不能陪你去医院 在医院 要听医生的话 他们是超人 一定会治好你的病 医院里住着很多人 医生穿着一件特殊的衣服 他很忙 要同时召开好几个病人 就像妈妈说的那样 像个三头六臂的超人 原来你真的是超人 不 我只是比普通人多一些力量 哪里来的力量 我有一件白色的盔甲 穿上它 我像是被冲了电 浑身是劲儿 那你就是穿着白色盔甲的超人 你知道吗 之前我从来不觉得医生是超人 我甚至有点讨厌医生 因为每次见到医生 就代表我生病了 是个病人 就像现在我又病了 告诉你个秘密吧 我也是个病人 超人也会生病 是啊 而且是种很奇怪的病 就像有特异功能一样 我会很快的 一天天的变小 然后我就不能跑 不能跳了 像小时候学走路一样 笑别人掺着我走 再然后啊 我就只能躺在床上了 就像墙包中的婴儿一样 到那时 你还是我不能的超人吗 那时候 这件白色的盔甲 对我来说就太大 也太重了 我想我只剩下一颗超人的心了 但那时我就长大了 我可以穿上你的白色盔甲吗 我想当真正的超人 当然 除了一件白色盔甲 你还需要有一颗强大勇敢的心 白衣超人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 要时刻保持冷静 也许那天 亲人也成了自己的病人 我呢 还会教给你一些成为超人的必备技能 不过你要记住 超人不是无所不能的 第一 要有强壮的身体 对于怪兽的战斗 有时需要持续十几个小时 第二 面对怪兽时 深吸一口气 开始微笑 因为你笑了 他就怕了 第三 柳叶刀是白色超人的武器之一 要把它看作身体的一部分 是手 是眼 第四 怪兽往往都很巨大 但要冷静分析 找到它的要害 这样 可以做到一击之命 第五 世界上怪兽有千万种 在每一次作战之后 应该认真分析 将怪兽归类总结 第六 要像科学家一样 学会探索与创新 因为怪兽变化得太快了 只有前期做好防御 才能将它们扼杀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学着让自己变得勇敢 护士给我喂钥匙 我把它看成是平时吃的维生素 护士给我输液时 我就把它看成是补充战斗力的营养剂 护士给我打针时 我就把它想成端着枪和我一起作战的战友 大叫一声来吧 一起战我不怕 白衣超人常常在一旁 竖起大拇指鼓励我 好样的 我真的变得很勇敢 一次都没有哭 一周过去了 我焦急地问白衣超人 嘿 我觉得我已经变得很勇敢了 你教给我的技能我也学会了 我可以算是白衣超人了吗 每一个被怪兽抓到的人 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 白衣超人一边打怪兽 一边还要安抚鼓励那些人 他必须有颗柔软的心 就像你对我这样 要知道 你怪兽战斗并不是白衣超人一个人的战斗 只有被抓到的人不放弃 和他一起向前冲 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两周之后 白衣超人真的治好了我的病 我可以出院了 白衣超人把我送到医院门口 他走路时 一高一低的 有点困难 看上去很累 肩膀都搭了下来 我发现 他好像真的变小了一些 我对白衣超人说 你好像真的变小了一些 小孩子是最相信愿望可以成真的 你有愿望吗 我先说 我的愿望是成为真正的白衣超人 我的愿望是 可以有更多的孩子和你一样 穿上白色盔甲 变成超人 当你们站在一起时 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白色屏障 抵挡怪兽 保护我们的家园 你还不想带我 你不想带我 你不想带我 不用带我 所以我先给你 我还会有关十分之间 我发现